在微轮PowerBI中 删除资料中多余的栏是一个常见的资料清理步骤 透过这个步骤 可以使您的资料更加整洁 害意于分析 您可以透过下列步骤 删除资料中多余的栏并回到PowerBI视窗 接下来我就必须要教你们 如果没有值的内容 我就把它给删除掉 如何删除栏滑鼠右键 现在要请你跟着我一起做 如何把多余用不到的栏删除滑鼠右键连选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移除 因为我只有选到一个栏位名称 所以第二个动作点移除 接下来再把Color12移除 如何移除多余的栏 所以一滑鼠右键点选栏 二点选移除 好 我们资料清理讲到这边要结束了 所以请点选常用 顿下来干减下一个栏移除了 你没有资料清理 不用储存 那要如何操作 点选一常用 二关闭并套用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检查 检查一下我们刚刚这个地方栏位 首先这个行ID即将没有前面的Sigma符号 再来本来在最下面会有什么column21 column22也没有了 被删掉了 这就是简单到不行的一个资料清理 其实我背后做了好多事 是你们只要有做过资料清理的人 都会理解我做了什么事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这个报告 我们要开始准备教大数据分析的视觉化分析